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是下午的12点40 我刚刚吃完饭出来走一走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早上的时候出门去坐地铁上班 差点就迟到了 主要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地铁上有一个女生突然间晕倒了 然后这个地铁就临时延误了大概四五分钟左右 那个女生其实就站在我面前 同一节车厢就站在我面对面 然后可能当时车上人比较多 这个女生可能不太舒服 就我刚上地铁的时候 这女生感觉摇摇晃晃的 然后大概过了个十秒钟她就晕了 我当时一手然后就抓到了她那个手臂 然后撑了一下她 然后让旁边有座位的人给她让了个座 当时的话她是有点接近于是没有意识吧 然后手脚也没有力气 然后估计可能眼睛也是发黑 没有感觉没有力气 所以我们当时在下一个地铁站到的时候 然后就让工作人员上来把它背下去了 嗯 当时的话就整个过程这一趟车停车 然后准备要开延误了大概四五分钟的样子 我估计我都是差点迟到的话 那可能后面这一趟车后面很多车次的那个地铁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延误的 有不少人迟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迟到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也是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像我们很多打工人嘛 在北上广深啊一线城市 然后上班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这里尤其是女生 嗯大家知道女生跟男生他们的体质是有区别的嘛 女生相对来说比较弱 然后很容易低血糖啊 她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弱的小毛病 然后如果说生病啊或者感觉不舒服啦 这种真的很无助 如果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 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在身边的话 你就感觉特别的无助 特别的无力 所以呢就是在外打工 在异乡打工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然后女生的话体质差的话最好就经常多去运动嘛 你看像我我自己感觉自己体质变差了 然后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 那我就会去跑步了去运动了 然后牛奶啊我也开始喝起来了 平时像我这么抠大家也知道我三十块钱一天的 即使是三十块钱一天 但是到了这种程度 我再怎么抠门我都会花钱的 买牛奶啊买个两箱的那种什么早餐买 然后存牛奶 然后放在自己住的地方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或者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已经把第二天可能要喝的牛奶 然后放到包里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直接去到上班的地方 可能路上或者肚子饿啊 感觉有点滴血糖啊 那我就直接喝牛奶了 或者说大家女生嘛如果容易滴血糖 那个包里一定要常备一点糖 像一些薄荷糖啊 那个牛奶糖啊这种对吧 哇好晒啊 曝光特别严重 所以啊这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窍门 起码我嘛 我这么多年在深圳 基本上 呃 除了跟我姐在一起住以外 基本上是我自己一个人 那我觉得我把自己照顾的还不错 那个体重也一直都很稳定 然后偶尔还会有胖了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 所以呢也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吧 也希望大家在外面好好照顾好自己 这样子才能好好赚钱对吧 好了我现在呢要继续再去赚一赚 然后等一下就回去午休了 不然我下午会很困 嗯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亲爱的Lily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